中共政府在六四屠殺以後 就動用所有控制的輿論 就是像主持人剛才說的 是因為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基因部隊才不得不予以鎮壓 這是一個謊言 但是呢 因為這個問題 你要是搓窗謊言的話 必須用專業的研究去進行 所以後來我專門利用 中共政府在六四以後 宣傳共和國衛視 他們官方資料裡頭 我就是研究基因部隊官兵的死亡情況 後來就得知總共15名基因部隊官兵死亡 其中只有7名 是因為民眾的暴力行為而造成死亡的 但是從官方的資料 可以很清楚的就發現 這15名軍人的死亡原因 死亡地點 死亡時間 特別是死亡時間 所以沒有一個軍警的死亡時間 是早於89年6月4號凌晨1點鐘的 而基因部隊軍人開槍是在6月3號晚上10點鐘 現在我找到的第一個死亡民眾就是宋小明 他是6月3號晚上10點鐘左右在伍克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斷死亡 所以我這篇專門的研究的結論就是 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殺人在先 部分民眾比屠殺所激怒以暴之暴在後 戒嚴部隊軍人殺人開槍是因 部分民眾比屠殺所激怒以暴之暴是國 所以時間先後因國關係就非常清楚了 這就戳穿了中共當局的那個謊言 因為他們視頻文字報道都是把這個時間先後跟英國關係給顛倒了